今年在立法院通過的一個最重要的法案 就是我們農民的退休儲金 農民朋友所期待的農民退休儲金 將在明年1月號上路 農委會宣布 將從12月7號開始受理申請 申請資格 對具有農保備保險人 且未滿65歲 而且沒有領取相關的社會保險老齡給付 才可以申請 加入老農退休儲金 可以從65歲退休後 零到85歲 如果以現有基本工資2萬4千人做計算 可以自行提交1%到10% 政府也會做對等的提拨 而且是採個人專戶 隨時可以查詢專戶的金額 農民朋友都會看到你貨頭裡面又出貨的錢 這些貨頭都對你贏 對你走 絕對不會因為這樣 然後有任何的一個影響 如果以25歲農民做計算 每個月提拨10% 也就是2400元 提交40年 65歲退休 每個月就可以領取老金貼 再加上老農退休儲金 45,590元 目前擁有農保身份的農民 共有1101萬人 其中第65歲的 共有45萬人 等我會期待 明年第一年能有6萬名農民 申請開辦